澳門賽馬其實比香港歷史更悠久 在19世紀那些年 馬培在澳門由大貨船運往香港參賽 賽後再運返澳門 即使在平地賽馬在80年代未開始前 一直都有進行的賽馬車 騎士和蓮馬斯都是來自五湖四海 昔日叫海島市馬場的坦仔馬場 因此被馬迷形容為一個聯合國 過去曾經在澳門馬場出賽的騎士 真真正正來自世界的地 歐洲幫有德國、英國、愛爾蘭、法國、土耳其、捷克 亞洲幫成員有韓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 和泰國和美洲幫 分別有巴拿馬、巴西、美國、智利等等 當中巴拿馬對一般人來說是比較陌生的 最為人熟悉的大概就是巴拿馬運河 當地是以金融、貿易和旅遊為主導 算是經濟較發達的中美洲國家來的啦 若干年前當地有一個家庭 竟然來到澳門謀生 主角高威里當時加入澳門馬會受訓做騎士 後來在澳門馬場出人頭地 成為多屆冠軍騎士 而且贏過無數大賽 投馬數目更加刷新紀錄 高威里掛香後轉任念碼師 雖然最後散倉離場 但他的家族後繼有人呀 掌相和身形似足高威里的高君圖 是高威里的侄 當年他在高威里引領下 入道澳門馬會建習騎士學校 而且成功畢業取得騎士資格 經過多年的努力奮鬥 高君圖已經成為澳門代表騎士 這個都不用再介紹了 澳門的冠軍騎士高君圖 曾經連續4年13至16年 奪得冠軍騎士寶座 大賽都越贏越多 在澳門建立了非常成功的拆騎事業 其實高君圖都不是無敵的人 後來又來自巴西的馬雅毛起 結果土炮荷華倫大爆發 令高君圖失落了冠軍騎士3年 不過當馬雅離開澳門轉戰外地之後 高君圖跡起上季又重新封皇 總共累積5次稱霸豪哥馬場 出道至今的他累積過千場頭馬 是現役澳門騎士之中 唯有此成就 對於高威里對自己的影響 高君圖表示高威里將自己澳門多年的 拆騎心得全手給他 令他在澳門拆騎如魚得水 收到時半功倍之效 今季已經第六度瘋狂高君圖 究竟他做騎士那麼成功 最想多謝哪些人呢 他說第一肯定是栽培他的澳門賽馬會 令他自己不單之成為首國 澳門馬會訓練出來的冠軍騎士 而且是在澳門馬會有紀錄以來 贏馬最多的騎士 累積勝出頭馬 大大話話超過千二場 當然 家人和馬主對他的支持都很重要 提起高君圖家人 一定是聯想到高威里 究竟高君圖將來會不會好像對方一樣 棄騎重練呢? 高君圖就說 自己的拆騎狀態十分好 雖然已經超過四十歲 但認為還可以騎多幾年 因為心中成為冠軍騎士的團伙 我還未認識 高君圖曾經一段時間轉到美國測騎 被問他會不會再向外闖的時候 他就說機會是不大 因為始終澳門是他第二個家鄉 親人全部在澳門 子女都仍在求學階段或初次踏足社會 所以暫時都不會考慮再往外地發展 馬迷對於巴拿馬都很陌生 高君圖就趁機講了關於巴拿馬的東西 他說巴拿馬其實只有一個馬場 位於首都巴拿馬城 每個星期都舉行一次賽事 有能力的騎士都會轉至外地 而且大多數都是去美國發展 至於哪位當地騎士是高君圖最欣賞的呢? 他說是今年拆旗高多粉旗下的地迷在那裡 贏出杜拜世界杯的詩易城 形容對方是值得馬迷捧場的騎士 快遇前想跟予外面做自然力量 最出的威力飛錢 接近終點叮當碼頭 叮叮當呀 外面位置自然力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